哈喽 大家好 我是知了哥 我现在来到了武川的全国文明村 知矮村 大家可以往后看 知矮村 是一个富豪村 别墅村 知矮村 这个是全国文明村 这里面像城市公园一样 这里面的建筑很大气的 这个叶子它长了叶子出来 叶子树在叶西一带能长叶子的不多 它这里面的村里面的叶子树也长了 村中的绿化是像城市一样 村中村道的湖南 都是很独特的风格的建筑 很有文化品味的这些建筑 太和园 村中的豪宅 海银州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公园 村中的公园 知矮村的另外一个门口 从这里面过去 前面就是一座豪宅 很大的罗汉州 田园风光 这个是农村的豪宅 豪宅前面是个荷塘 荷花池 这里面是江心一个岛 一个江心的小岛 村里面的文化楼 也是很特别的建筑 也是很漂亮 这里面农村 其实跟城市里面的公园一样 村中的水塔也很特别 像个航站楼一样 蛇心大户在 很大气的一个门口 这个全国文明村 你看它比城市都漂亮 前面这个就是枝矮村 村边的大海 我现在来到了独川 枝矮村的这个海滩 枝矮村是一个宜村 和它旁边的这个延伸派的海滩 没有什么开发的 开阔